高蛋白食物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张建勤 陕西省第四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 蛋白质广泛的存在于动植物性食物当中 动物来源的像牛奶、鸡蛋和瘦肉等等 食物来源的像大豆类 比如黄豆、黑豆和青豆 都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质 还有杂豆类蛋白质的含量都很高 研究显示食物中的蛋白质并非都是一样的 动物的蛋白质虽然利用度比较高 但是同时富含饱和脂肪和胆固醇 红肉和加工肉类与癌症的高风险是有关的 其次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蛋白质 尤其是动物蛋白质的摄入过多 对人体是有害的 首先过多的动物蛋白质的摄入 就必然伴随有较多的动脂肪和胆固醇的摄入 其次蛋白质过多本身也会产生有害的影响 像加重肾脏的负担等等 可以加速骨骼中钙的流失 产生骨质疏松症等 有资料显示摄入的蛋白质过多 也还与一些癌症是有关的 尤其是结肠癌 乳腺癌 肾癌 和前列腺癌 所以我们即使知道哪些食物蛋白质含量高 也不要刻意的去过多的摄取蛋白质 随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